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伟吉他教室 本节更新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这首张信哲的经典老歌 叫做爱就一个字 这首歌呢 我把它编配成了这个剂调的执法 时机音高和执法音高呢 都是剂调 然后没有用到变到甲 这首歌的前奏也是按照原曲的风格呢 结合一把吉他的这个执法特点来编配出来的 尽量是比较像原曲的声音 在我们学习这首歌之前呢 还是先请大家来到大伟吉他教室的官网呢 打开相关的页面找到我编配的这个乐谱呢 然后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首歌 下面呢 先看一下我演示的部分 打开天空的乌云 像蓝丝绒一样迷离 我为你翻山越岭 却无心看风际 我想你 深不由其 每个年都有新的梦境 但愿你 没忘记 我永远保护你 不管风雨的打击 却记 却你 两个人相互回应 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我为你翻山越岭 却无心看风景 我想你 勾住勇气 凭爱情地图深播讯息 但愿你 没忘记 我永远保护你 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你知道我只会用心动表示 夜话太放肆 说出了坚持 看我为你孤注一致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恐怕听见的人勾集了相思 热烙的城市 搜索你的影子 让你幸福我愿意试 两个人相互回应 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我为你翻山越岭 却无心看风景 我想你 勾住勇气 凭爱情地图深播讯息 但愿你 没忘记 我永远保护你 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你知道我只会用心动表示 夜话太放肆 说出了坚持 看我为你孤注一致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恐怕听见的人勾集了相思 热烙的城市 搜索你的影子 让你幸福我愿意试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你知道我只会用心动表示 夜话太放肆 说出了坚持 看我为你孤注一致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恐怕听见的人勾集了相思 热闹的城市 搜索你的影子 让你幸福是我一生 在乎的是 这首歌是四四的拍子 每分钟是六十一拍 下面我先以比较慢的速度 来演示一下这首歌前奏的部分 是这样的 这是前面两个小节 先慢一点看 它的旋律线条就是 大概旋律线条就是这样的 然后结合伴奏的声部 我慢一点来演示一下 先看第一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 实际上跟第一个小节一样 都是两个和弦 开始是一个一级和弦进入的 实际上它的和弦是聚和弦 然后是C和弦 因为有旋律的线条 所以这里面没办法去标注 固定的左手的和弦之行 但是它是有和弦出处的 然后第二小节 这个是一个转位的一个D和弦 这个地方又换了和弦 实际上它的原始 就是在乐队来讲 它的完整的和弦是B7 B7 B7这样的声音 但是结合旋律线条 和一把吉他的弹 弹的这个方式 就变成转位的低音弹声缩 然后旋律音 应该是它的B1级和弦的一个降久音 继续往下第三小节 这个地方我慢一点 大家看一下这个左手的这个指形 这样的第三小节再来 第四小节要复杂一些 第四小节的前面两个拍子 其实这个是以八分音符为单位来换的和弦 然后低音和旋律都在变 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前奏 这样的编配也是让它尽量复合圆曲 我再用更慢的速度来完整的演示一下 这首歌前奏符合圆 然后就进入到这首歌主歌的部分了 主歌开始呢 这个从情绪上来讲也是 开始的伴奏是比较西的 这地方 两个拍子一个注释和弦 一个小节换两个和弦 这首歌从和弦编配上来讲呢 其实这首歌已经有20年了 它就也就是很有流行音乐的这种味道 比如前面的这四个和弦 它的低音都弹了这个Do 以及G它都是跟音 这个C和弦就是四级 但是低音还是弹的Do 就是四级和弦的转位 就是C斜杠G 然后下一个呢 其实是五级D和弦 但是它低音还是维持这个Do 加一起这个和弦标注呢 就是G7刮2 其实它的原始 原始的编配应该是五级 大家听一下这个效果 一级 这是原位 就是E4E 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里面为了突出它的要的一种这个意境 或者跟这首歌词跟旋律整体上一种意境 它就维持这个都不变 这个是也是以前的这个流行音乐很常见的一种编配方式 当然现在也很适用 大家再听一下这个低音不变的效果 有另外一种我不太会形容的感觉 这种声音效果 继续往下 还是一样 然后旋律要变了 这地方有个过渡和弦 在第九小节最后一个牌子 这个地方是个D和弦的转位低音弹声F 就是因为下面一个要进入到EM7 第十小节 低音线条从第九小节的这个 G到声F到E 其实低音是东西拉 被子就是这样的走的 也一把级 但是我们要突出低音的效果 这个地方音形丰富了一下 因为在层次上面要有一个递增 第十小节 第一个牌子是一个注释 然后第二个牌子就是两个八分 先是一二三指 然后低音 轻轻一带就可以 它不是重音 它只是丰富这个节奏型 像这个第十小节的后面这个和弦 BM7 这个就没有重复前面EM7的这样的完全一样的 这个音形 就是两个四分音符 我这样的编配 如果大家喜欢 你喜欢分析歌曲编曲的这种理念的话 对于你来说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比如说这首歌它是四四牌子 第十小节为例 如果是这个地方 如果是 这样就变成两个牌子一样 两个牌子一样 就是说一个小节里面有两个一样的音形 在开始的时候 这个在后面也是出现了 但是开始的时候 我们突出这个四四牌子 就是你会感觉 一个小节这四个牌子 它是一种音乐的律动 这样一种音形 在第十一小节呢 后面的D和弦 后面还有一个低音的下行 Flo F 在后面这和弦就变成了D7的斜杠 斜杠后面C 这样小波 一个过渡和弦 这个F和弦呢是在这首歌里面的降七集 听上去很好听 如果你用平常的最普通的四集呢 也可以 但它这里面用了降七集就显得很有立体感 这个 全心全意这里 开始呢是D挂四 其实这一个小节里面 它的和弦属性就是鼠和弦D和弦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主旋律的乐谱 如果这个地方我变成D和弦的话 D和弦是So C Ri的这个和弦组成音 它和全心全意全的这个主旋律的Do 听上去有点不和弦 因为它这个D和弦里面有C So C Ri的组成音 如果也挂四的话就变成 它就会和到一起 因为这样的就和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一个小节里面四个Pi子用一样的和弦呢 显得可能有一些单调 我就做了一些变化 在第十四小节这里面 开始用了D挂四 后面用了D9的挂四 也是D和弦 但是它味道不太一样 然后继续往下 还是重复这个主歌 这个地方音形又不同了 音形就是以八分音符均等的这样的十指 一二指 二三指 是前面的 是一个Pi子的前面 然后这个一指 是一个Pi子后面的八分 然后换和弦的时候弹T指低音就是这样 其实和弦呢跟前面是重复的 只是右手的音形不一样了 这个层次上有一个递增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一直到这首歌的副歌 副歌就是在第24小节 在第23小节的D挂四 后面就有一个往上推的感觉 这个D和弦呢 就丰富了一下 就变成这样的 三手指的运动是三一二T三一 当然我说三的时候二和T还是有的 强牌 然后就进入副歌的和弦 副歌基本上也是以这种音形为主 这个很重要就是右手的这种音形在这种慢歌里面呢 比如说T一二T三一一定是T三一而不是T三二 D一二T三 这样就不好听 没有立体版 我再试一下不对的 D一二T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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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一二T 他俩就不好听 这样跟立体感 像在第二十五小节的最后一个拍子呢 就变成均等的十六分音符 其实呢 在旋律 在整体律动上面呢 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别 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伴奏形式 一直到这首歌的结尾 这首歌的顺序呢 就是进入到一房子第三十一小节时候呢 然后进入尖奏 尖奏 然后再反复到前面的第十五小节 然后往下走 跳过一房子 直接进入二房子 一直到结尾 这里面我再讲一下这个尖奏 原曲的尖奏呢 是比较长的 由整个乐队来鸿托 我们一把吉他的话 我就把它缩减成了 两个小节的尖奏 原曲的尖奏呢 用了这个离调的一种效果 我这里面也有离调 看一下我编配的这个尖奏 在第三十一小节 第一段唱完以后 往下接一下 没有后面旋律了 然后 就进入到第二段 这两个小节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江玉的一个大七和弦 无名指有一个三根弦的横暗 然后Dm7 然后Dm7 Cm7 然后有一个帕音 就是D的Add11和弦 这个和弦呢 就把这个离调又拉回来 拉回到这个歌曲的这个调的感觉 然后进入 又开始这样的 整体上呢 这首歌的和弦编配是很好的 其实在很多很多的老歌 他的这个乐队 他的编曲呢 都是很专业的 不像现在的歌曲 当然专业的好的还是有很多 差的呢也太多 所以说整体充斥着一种 就是不规范的东西 有很大的一个量 这个是我不太希望看到的 所以说在我的这个教学里面呢 尽量教大家 编曲方面的知识 和弦的编配呢 也尽量规范 尽量好听 不是你随心所欲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然后呢 这首歌结尾的时候 我又编配了一个简短的一个伪奏 这里面展示一下 从第42小节最后一句 最后一小节开始 就这个吧 这样来完成这首歌 C挂2 一个派子 然后聚和弦转位低音弹B 然后GM 转位低音弹降比 大家看一下这个两个手指 一二弦是没变的 然后这个AM7呢 要维持之前的这个灌音比较好听 但是这个二弦就变了 然后用一个巨的ADD9来结束这首歌 或者是这种帕音呢 你可以直接弹T一二三支 也可以六根弦 但是六根弦P的话 一定要不要让这个五弦发声 给五弦支音通过这个 这个手指按住六弦三平的时候 给五弦支音 然后我习惯是用大拇指呢 怕这个六五四琴弦 然后三二一指呢 怕这个 一二三指 怕这个三二一琴弦 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只弹六三二一 这就是四根弦弦的效果 这个就是弦弦更多 也感觉可能更丰满一些 好的朋友们 本节我们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到大伟集的教室 大伟集的教室呢 有很多的这个经典歌曲 还有现在当下流行的歌曲的乐谱下载 好的朋友们 本节就到这里 下节 再见 再见